我上個禮拜有一個安息的禮拜 做一些讀經和和家人去安慰、慰問 原來她自己國內的兄弟姊妹來了香港 原來她完全都是講普通話的 當時我覺得性靈的工作很有趣 給我一個額外的更新 她面對一些國內的人來的時候 在路途中怎樣去見證神的時候 我自己對自己說 我都要把握這個時間了 我就嘗試用我不是很流利的普通話 帶有些港式的法 就慢慢去將風陰和她談談 當中我就想 其實我用詞也不懂 那怎樣讓她感受神的愛呢 我就捉著她的手關心她 我就用同理心的問題 其實我都很理解 當親人不在那裡的時候都會很傷心 然後就感受神的那種愛呢 是覺得自己和她之間好像很親密 她是聽得明白我的半淡淡的普通話 然後她就說我現在明白了 為什麼我的妹妹從香港打電話給我 就能夠可以知道耶穌是愛她 甚至選擇去選擇去信耶穌是最好的 而且叫我去信耶穌呢 我都要回家想一想 然後看看可以怎樣信耶穌 我說不用的 總之有教會去找牧師 跟你做一個祈禱 甚至一會兒有機會 你做一個祈禱就可以了 當這個過程裏做完之後 我覺得自己很被提升和堅囊 因為當我去恐懼的時候 我不敢說 看到她的時候其實都很害怕的 都不知怎樣入手 但是精靈告訴我 你試吧 你現在不是你 你只是一個本道 你聽我說的時候 你想說什麼你就說吧 這是我第一次的經歷 到星期日 有第二個經歷 神再一次提升我的信心 那個姊妹其實都不太開心 她說我好像不開心 我說不開心 我為你服侍祈禱 那我就服侍她 祖告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很普通地去祈禱 我就按手在她手裡 用一個很簡單的 像上帝享受上帝的恩典 以及享受神的同在裡 給她經歷神 抓住她的時候 她告訴我 完了的時候 我自己的心裡 好像突然間鬆脫了 有些重膽好像沒有了 很平安那樣 我說那都是好的 神跟你同在 進入你的心靈裡幫助你 因為這個姊妹 是未相信耶穌的 然後我帶了她去喝茶 她說不如等等 我叫我女兒回來 聖靈告訴我 她女兒是不開心的 其實她今年是考DSE的 很有重膽 以及很焦慮 我就叫她 不如我們坐下 大家一起聊聊天 聊天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如你講一下 我見到你好像很憂愁 你是不是讀書的時候 有些問題解決不了 我覺得 這個我在心裡 感覺到你好像 有些事情 要今天去解決 她就告訴我 其實去讀書 有一段時間 是沒有上學 跟媽媽的關係 媽媽經常說謊 請假 她內疚 還有跟先生的關係 因為她上次考試失敗了 沒有勇氣去再面對自己 於是她就躲起來了 不上學 然後就放棄自己 我說原來是這樣 我覺得 這件事 我很明白 因為 在環境裡 真的很慘 我就 用了 經歷聖靈 那種的報道法 跟她說 其實我們要進入 一個新的 我體會到你的難處 不過 我們要去嘗試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 可以改變 有沒有方法 但是我不懂 我說 不如你說出來 用輔導的技巧 甚至 聖靈告訴我 她的思想上面 她的意念上面 其實是哪一處難呢 那時候我就感應到 原來 阿神跟我一起同工 一起作工 最後 其實他們 最最後就是 因為在祈禱裡 幫助她能夠可以 釋放她們的感受 以至她們兩母女 都能夠可以 即時復和 然後就 為她們祈禱的時候 帶領她們 信耶穌 以至她們 進入天國的路 那 完了之後 她心裡 覺得很平安 覺得耶穌 是專誠 這樣去 帶領她 能夠可以認識 那我覺得 這個 經歷聖靈的 報道法 是我不懂 但是仍然是神是作工的 在當中 只要我們肯 擺上 隨著聖靈的教導 以至能去幫助人 那我們就能夠可以 將榮耀歸給主了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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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